全球暖化令世界各地面对更频繁和强烈的极端天气 香港也不例外 有中资企业成立650人专业义工团队 协助政府开展应急支援行动 政府感谢企业协力帮助社区在极端天气之后尽快恢复秩序 香港持续加强社区应急义工队伍的建设 努力做到应急反应快 动员效率高 资源保障优 香港是一个很有爱的地方 而在过去我们一直都有参与社区应急的工作 今次我们特意成立社区应急义工队 就是希望以我们的专业 以我们的组织力 协助社会 在应急的时候能够做得更加好 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市民 他们的生活能够在任何事故之后 能够尽快恢复 财政师副司长黄伟伦也都表示 政府会在多方面着手应对极端天气 在政府来说 我们会继续想市民所想 急市民所急 为了应对极端天气情况 我们会继续努力强化四方面的工作 包括超前准备 加强预警 果断应急 和迅速复原等等 我们会和社会各界 包括中国建筑的团队 为首同心 将极端天气的变化 对我们香港社会和市民的影响 是减至最低